四条品的第二个话,它的名字叫松鹤 展现了两只当顶鹤站在松树上的稀闹情景 可谓是画中的诗 松败苍天气稳定,盆来修问去来无 当顶鹤是吉祥的象征 而松树这代表着坚韧与禅寿 松鹤松枝神态优扬 展示出一幅高洁和坚韧的精神 第三符的作品叫佛容佛了六样 描绘的是一组精彩的神气可爱的六只鸭子 在水中细细细练的场景 压制着象征作富贵和吉祥 而周围盛看的花卉 则增添了整个画面的美感与月亮的氛围 表现出一幅富足和弱